我是新任的立法會議員 郭寧黎 從小到大都是在基層的家庭成長 小時候就在牧畜區不足100呎的地方 我們六個人住 其實香港沒有理由可以再接受到這樣的環境下 我會在公園 找一個地方跪在地上做功課 然後去街尾擔水 我很記得兩分鐘的路程 我和姐姐兩個擔水的時候要走一半小時 因為我們真的這樣擔著走兩步要停一停 我覺得這個經歷是磨練了我們的毅力 Hello 子淵 好久沒見 我在學校教過書 以及在地區做過 我相信我自己的經驗 可能我們最紋身的事情 我可以掌握得更加深入 第二件事 其實教育的背景 是令我更加知道 現在教育制度有甚麼問題 教育和社區是物不可分的 我記得你之前經常都說到 做一些青年工作是需要貼地 以及與他們同行 其實你覺得現在的政策方面 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優化或改進 我覺得最重要是讓他們有希望 譬如在社區上面有些支援 以及一些學校做個結合 第二件事 其實我現在欣賞他們在推 將一個青年事務撥入民政署 這個其實是貼地很多 因為我們很多資源上 可能在地區的民政署上已經可以申請 第三件事 就是在整個教育的方針裏面 在課程上我們都應該要一個調整 去幫助那些小朋友 尤其是一些讀不到書的小朋友 他們在另一條路上 就業 以及提升他們的競爭能力 這是否可以在生涯規劃 以及現有的資歷架構的評審上 是否可以做多一點的工作 這裏是我以前任教的特殊學校 現在看到的就是活動室 上面一樓就是課室 二三樓就是宿舍 這就是他們整個活動空間 當然是一個擴場 其實我們看到上面 有一些貼絲網家見了 其實是因為以前的小朋友太過百厭 我經常都要偷走 所以後來加上的貼絲檔 就防止他們是偷走的校園 在我教學的生涯來說 深水埔區在於我來說 我很深刻印象 我當時是做一個社會科老師 我會希望幫他們這班特殊的小朋友 在創務會藝術中心 讓他們做展出 我覺得這是對於小朋友的成就感 他們的培養是很重要 還有他們的自信心 而他們發現原來自己有其他的潛能 而在這方面發展 我經常都覺得學無止境 我希望自己不停地去進修 我有很多事情很好奇 我一樣東西都是想去認識和學 再出發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新的旅程 和新的開始 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有一個新的目標 我們在控制完我們的疫情之後 我們在經濟上 我們在復甦上 我們都要再出發 其實整個香港是一齊向前走